好 好 這個林丁養女探林丁 這就是文天祥 文天祥的確是有這個氣節 好 那麼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就是說台灣將會變成下一個希臘 很久有什麼人說的 我們的前黨主席小英講著 小英這麼說 他講這句話你有沒有嚇到 因為希臘這一筆爛 到底該怎麼辦 現在希臘已經是瀕臨要瓦解了 不過冰島已經瓦解了 他整個財政垮掉 他就說他欠了債他就不還 他又重新開始 現在冰島好像過得也不錯 希臘是不是也要如法炮製 還是說我們變成希臘 我們就錢都賣錢 都賣留下一筆爛臟給子孫 那不是這樣 然後我們來問一下浩角翔起嘛 其實我們年輕人 浩角翔起是有得金鐘獎耶 對... 我們先問一下金鐘獎 但是他們有金鐘魔咒 自從得金鐘獎之後 這個就變得通告很少了 不要這樣講... 他有通告很少嗎 他們不是有節目嗎 還有 還是有節目喔 節目慢慢沒有在發我們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也沒有啦 全民大新聞都不想發他們來 可是妳不是也請辭了嗎 但是我的廣告代言還是很多啊 但是講到希臘的問題 我們要跟大家好好聊天 對... 不用唱著給大家聽啦 老師音樂 對... 我的好朋友 好腳翔起來了 小小野人了 今天要說什麼 台灣要變希臘了 Yeah 不講掌聲嚇死我 變成希臘更嚇我 我也要接很少才嚇死了 對... 沒有接很少啦 沒有接很少 不要這樣子拖壞我們的行情啦 而且我接很多耶 對 他接... 你接很多 我拜託 我是跟你是搭檔 你接很多 你這樣子是... 不要聊這個啦 你換一個... 剛剛太注視了 我再換一個 換一個... 準備好了喔 對...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的 今天吃便當的時候 看到這張報紙 版面很軟 你看... 版面很軟 你看 宋一鳴要出專輯了 喂 誰要看宋一鳴啊 當然是看吳一佩 泰國秀比基尼好不好 是這個 對... 誰要看宋一鳴啊 誰要看宋一鳴 要不然莎莎 妳也不能這樣輸吳一佩 妳要不要現場秀一下 那個電梯秀很酷的 對 妳幫我們兩個當電梯 我們兩個是電梯 後面說什麼吳一佩秀 在拉這個什麼 羊羊 對 妳先秀一段 熱舞 我也來現場秀一段 對 我們就是電梯 對 電梯要關了 電梯要關了 要關了 喂 你們兩個新人 來上節目就想吃我豆腐 小心在這樣 沒有電梯在那裡 對不對 電梯要關了 電梯要關了 耳康 耳康 耳康也會動氣喔 會動氣 穿越啦 穿越啦 整整坐都站在妳旁邊的時候 好像有點緊張耶 不敢坐啦 不敢坐啦 那你要不要直接電梯要關了 這樣演一下 我們兩個電梯可以玩一下 你們繼續演好了 我覺得吳一佩 他先揚裝得什麼了不起 我跟你講 我在現場 就要當場仙裙子 仙裙子給大家看 老師 音樂 趕快收視就靠這一段了 仙裙子 仙裙子 阿波羅 猛男秀 這段刺激啦 仙裙子喔 等一下 妳幹嘛仙阿波羅的裙子 我是說要仙裙子 又沒有說要仙我的裙子 你們真的是想太多了 真的想太多了 大家不要再亂扯啦 要講講正題 今天要講希臘的問題 你覺得小英說 台灣未來會變成希臘的話 你們兩個有什麼感覺 其實我覺得這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台灣變成其他國家 也是有好處的 怎麼說 像我常常跑到那個國外 台灣其實可以變成西班牙 因為西班牙現在房價暴跌 連18季跌到谷底 現在台灣的房價也跌下來 大家就是有殼蝸牛啦 對 沒錯 對 沒錯 那像我常常去韓國帶貨 我有開一家不是 妳的店還沒倒 還沒倒啊 生意好的很好不好 不要給我注水 我覺得台灣以後可以韓國化 怎樣 這樣子的話全世界的東西 都是我們發明的 你說我們有多好 很棒吧 讓我也想到 我們台灣也可以美國化 美國化 美國才剛解決那個 財政懸崖的問題 台灣如果美國化 經濟就接下來一飛沖天 馬上經濟危機就解決啦 那我想到了 我覺得台灣以後也可以新加坡化 因為大家不是都在嫌治安不好 如果以後新加坡化的話 那道還有張立東就不敢隨便 把妹大道去上去鞭刑就對了 對啦 把張立東鞭刀死啦 你們兩個講得好棒喔 太棒了 你是不是想要這樣 就白白領通告費 你以為這樣就混一集了嗎 快點 你給我進去一個 買在我後面 我一定是最高潮 好 來... 到中間... 到中間來... 高潮 我希望台灣可以日本化 日本化 怎麼樣... 這樣就我看不完各式各樣的 A... A... 你給我好好講 A什麼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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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xy Lady 老師有跟上耶 老師有進步給我解決這個爛哏 爛哏 爛哏 那個是韓國歌曲 跟日本有什麼關係 斬太硬了 沒有關係 你一定要給我講出一個 能夠像日本的A什麼的 對 A... 我要講得出來 A... 你叫協台智元 協台智元 莫名其妙 莎莎做結論了啦 好啦 其實我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希望說台灣可以跟國外 來學習他們的優點 改善我們的缺點 這樣子以後 台灣就不用怕變成希臘化囉 謝謝大家 台灣加油... 加油... 加油... 好 謝謝三位的高見 其實台灣不用什麼畫 什麼畫... 什麼畫都是國際畫 都是廢話 台灣只要本土畫 看到沒有 台灣20年本土畫 畫成這樣 快畫成灰了 來 回了你的伊甸園請看 真的好開心嘛 有錢都有的 不知道該怎麼半才好錢太多了嗎 沒有肥羅來的蘋果 難吃 沒有肥羅來的周看 難看 肥羅來的伊甸園 遙控台灣的八國圈 一人為您訪問到的是黎智英的黎老闆 又看到黎老闆了 黎老闆你好啊 你好啊 幾樓沒見你啊 好久不見了 好漂亮喔 好想你 要講什麼 你說 老總想請教一下 最近是張子儀啊 終於鬆口承認戀情了 你有什麼看法 你看到沒有 這種演藝圈的東西就是這樣 起早要鬆口 要承認自己的戀情的嘛 一開始的時候都是 沒有沒有 我沒有喜歡她 我沒有跟她怎麼樣 最後呢 還不就是承認是不是 然後李昌玉呢 去上節目的時候 薩貝林還要說 這個案子終於破了 是不是 破案了嗎 其實誰已經破案 是我了嗎 可是老總 人家已經密戀一年了耶 你們狗仔那麼厲害 怎麼一年都沒拍到啊 哪裡是沒拍到 我們都講了好幾次了 怎麼都沒有拍到呢 是不是 幾次我都在等她承認以後 我再公布了嘛 是不是 這就OK了 現在不是前任了 哪裡有沒有拍到 可是老總 你每次啊 只要是有拍到 就一直挖出人家過去 就說在沙灘旁邊的這個照片 你們會不會太壞了 這也不是說什麼 挖出過去的照片 這是要給人家一個參考 一個參考來的嘛 我們就是看看她跟薩先生 他們有沒有可能 其實也在沙灘上照下陽光了嘛 有沒有可能在散步在沙灘咯 是不是 我們有什麼巨星不良沒有呢 是不是 我們只是舉證了嘛 看看會不會有這種浪漫的情懷嘛 這有什麼呢 不是啊 可是如果前男友啊 吃醋造成他們分手 這樣也不是不太好嗎 前男友 不是 前男友還有前前男友 前前男友都沒有關係 我們只是列表了 我們每次就喜歡列表 讓觀眾知道她整個的路線圖 只是如此而已嘛 觀眾喜歡知道 我們就要讓他們知道 我們沒有什麼巨星不良 只是告訴她 演藝圈的感情是很豐富的 其實這樣了嗎 我應該是這樣 是咯 就像比方說 吳宜佩她有沒有可能以前有男友 現在又有男友 之後又有男友 老總 吳宜佩她據我所知 她現在目前沒有男朋友 你幹嘛那麼緊張 吳宜佩只是因為今天登一張很大的照片 引起我們的注意 只是這樣而已了嗎 她是跟她妹妹去泰國度假 都是跟家人 跟家人就在曼谷 但是呢 可能跟情人在巴泰亞咯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情 一日是跟家人在 不用解釋那麼多 有什麼百塊問 我還有事情要度假了嗎 好 那個這個老總想要請問一下 這個佑聖啊 他的歌迷會 聽說粉絲擠爆了會場 你有什麼看法 真的是很厲害啦 想不到笨蛋哥 很多笨蛋去 不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 這就好像那個 有一個叫做 Little Monster 就是那個Ludy Gaga 她都叫她是Little Monster 小怪獸 我的小怪獸 所以如果說幼聖 也可以例稱 她的歌名是小笨蛋 也是例稱來的嗎 Little Stupid 是不是 因為她這個歌很同 是不是 現在好像催眠一樣 大家都會唱這個笨蛋 什麼 只有笨蛋才生氣那麼久 對了嗎 這就讓我想起以前的 就是像劉紫謙那首 《練妳》那首《練妳》了 瑞安 布我的世界裡沒有放棄 你為已所的你 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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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兩個可以組一個團了嗎 笨蛋練精團 OK啦 兩個其實OK 兩個敗法了嘛 是不是 據說他在發片簽唱會的現場 有這個蟲蟲也到了現場 還模仿他一起跳笨蛋舞 蟲蟲子厲害了是不是 蟲蟲子是笨蛋中的笨蛋 他不僅是模仿人家 還要呢 最後還要出唱片 聽說下個月要出唱片了嗎 是不是 而且是請家蕩產一座了是不是 之前呢 周杰倫的歌是寫完皮影戲 就沒有再聽過有皮影戲了是不是 現在呢 OK了 他現在又要自己出唱片 那我們就祝福他囉 是不是 你是在唱衰他還是祝福他 當然是祝福了嘛 希望他唱片大賣 賣過皮影戲了 OK了 好 老總還要再請問一下說 最近柯震東據說傳說 他說他28歲要結婚了 你怎麼看 我其實覺得也是很祝福嘛 這演藝圈要結婚誰不祝福呢 是不是柯震東現在21歲 蕭雅軒呢算是33歲 兩人價差12歲是不是 那就算是老少配了 不是 不是老少配 應該是姐弟戀了 是吧 姐弟戀結果我們就看他 怎麼樣開發結果囉 他28結婚 那也就是7年之後 7年之後蕭雅軒就40歲了 面對一個40歲的女生呢 算是很熟的熟女了 超熟女了 是不是 那他知道真愛還能不能持續呢 是不是 那如果說是現在他是33 再加20年 20年以後可能都是41 那蕭雅軒呢是53了嘛 所以說這看看到底能不能 53的時候還是很熱戀 還是很愛了嘛 這個我們也是要觀察囉 不是 老總 人家現在愛得轟轟烈烈烈 你這樣把數字講這麼明顯 不會覺得太... 沒有啦 我只是提醒大家 到底有一個驗證說 男人是視覺的動物 是不是正確的呢 還是說真的到53歲 還能夠動靈演出了嗎 我們只是做這樣子的一個揣想而已 是不是 就像吳怡沛 是不是他也算想好幾了 還拍了一個叫做 他在今年剛滿20年 鬼才相信了吧 是不是 他還拍了這樣的泳裝照 我們也祝福他囉 跟他男友能夠常常見躲了嗎 他現在是沒有男朋友的階段 很快就查出男友 謝謝 謝謝 老總接受我們的訪問 下次再來訪問你 拜拜 OK 拜拜 OK OK 沒有飛樓來的蘋果 難吃 沒有飛樓來的周刊 難看 飛樓來的伊甸園 遙控台灣的八卦圈 天氣那麼冷 你們兩個好像都感冒 要注意身體啊